今天这个视频啊 我们来探访一下距离北京天安门广场不到100米的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啊 看前方这个楼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建楼 然后在我身后这里呢 有一个老北京人的一个四合院啊 我们一起进去去看一下 就在这呢 从这进去 看 这距离北京天安门广场多近呢 这就是北京的四合院 大杂院 里面住了估计有好几十户人家呢 我进来看一下啊 我的天哪 这生活环境啊 他这里没有电表吗 我要说看一下他这里边住了几户人家呢 看在这里边啊 呃不能上上上上厕所啊 只能做饭 有的连洗澡都不能洗 啊 这就是 其中一小部分的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啊 这里面一个门就可能是一户人家 再往里边走看一下 这原来这一片全部都是四合院 说话低一点啊 我都听见别人说话了 这个里边应该没住人吧 看这对吧 不过现在大部分北京人都很有钱啊 这是只是一个叫啥来着 看这里边有人 然后我们再去里边看一下 你们觉得这环境怎么样 这里边有人人家在住呢 所以咱尽量说话小小点声啊 免得打扰到人家 看看这就是老北京人的真实生活啊 这就没了 这就没了 有的住人的呢 有的没有住人 这里边唯一缺点就是 不太方便洗澡上厕所啊 做饭一般的话都有 你看这边不就是个厨房吗 这就是距离北京天门广场不到一百米 的一小部分的老北京人的生活情况 我现在出来了啊 就是他们一般老北京人上厕所的话 都是在这样的公厕里面上厕所呢 看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进去的那个房间 你看 这就是刚才看的那个建楼 你们感觉这样的生活环境怎么样呢 我是帅 我的梦想是环境世界 拜拜 哇哦 拜拜 感谢观看